那么因为上师曾经透露 我们这个往生兜率陀天 迷了内院的法呢 十分好修 好修到什么程度 叫怨往生 就是你在接法的时候 你怨往生迷了净土 兜率陀天 这个怨你定下来 然后这一辈子你再不退院 不要说中间说我不去了 不去了就起 你不取消合约了 就没人管你了 你就不取消这个合约 只要是你接法的时候 我怨往生 到最后死的时候 这个怨你没退过 注定往生 这就是迷了法的这个厉害 就是不用念 照去 大家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死的时候 要赶紧什么 注念团呢 还有什么 你自己要念佛 在中阴身你还要念佛 求往生 但是这个迷了法就是这样殊胜 你活着 你这个修 这个迷了规境 然后愿往生 到死的时候 神识自动被接走 并且这个你有的人说 老师那我还是又想去 这个迷了净土 又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太好办了 为什么 八大菩萨来接人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其中有个菩萨就叫迷了菩萨 你这一次这个离开身体 两地旅游挺好的 先去迷了净土逛逛 然后最后说迷了菩萨 我还是要去极乐世界 他送你去极乐世界注定往生 这叫二级跳 就是我去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没把握 我先跳到迷了净土有把握 迷了净土不堕落 不再这个六道轮回了 在这个都帅陀天内院离我们 因为阿弥陀佛世界在色究景天 在色究景天 那个高啊 色究景天 欲界是六重天 色界十八重天 色究景天在十八重天的顶上 那个你没有四三八定的高功夫 你真去不了 那么虽然是有这个接引的方法 但是有的时候电话短路 也会出问题也接不走你 这个突然停电了 停电了 internet不好使了 这网络断线了 这个也不好使 但是这个迷了净土法好 就是这个不断线 用牛马车也把你送去了 不用这个网络传输 量子传输 不用了 所以这个好 这个我跟上师提醒 他说好 就满大家的愿 愿你们都去迷了净土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